歡迎收看怪物彈珠小配包 妳為什麼要拿那一隻啊 妳看妳要自己妳要教我們什麼配包呢 妳拿那一隻幹嘛啦 麥克風 不要靠近我 好委屈喔 妳想太多了 不是妳現在要教我們什麼咧 今天上次有跟大家講淨化這件事情 都講 妳拿來吹背了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啊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古棒啊 為什麼會有古棒我不知道 然後那今天就要教大家神話 對我們可以看怪物這裡有一個選項叫做 淨化合成跟神話合體 為什麼會是神話合體呢 妳有神話過教科嗎 有 真的喔 我神話過蝴蝶 哇好厲害啊 對 是啊那我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神話跟淨化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啊 對我們來看看了 好看 妳有沒有覺得吹起來很紮實 還不錯捏 對啊 還不錯還不錯 那其實呢就是 淨化跟神話最大的差別 通常就是淨化的話 嗯就是它會用到什麼石頭啦 對 還有獸神玉 對 那你角色有的會用到獸神玉 對 那如果神話的話 它就會是用神話素材 嗯 然後來讓它的角色就是晉級這樣子 好 好我們這裡還看到這個好了 我們看到大蛇丸 大蛇丸 大蛇丸 點進去 可以看到它的淨化的話呢 會需要用到什麼 壽神玉 光壽玉 光壽石 跟大壽石 然後刷過來 嘿嘿 我們看到它神話的話呢 會用到的神話素材 像是有 鋼手啊 自來水 哈哈 自來野啦 自來野 然後還有那個 這個 狐娘 拳奈 然後還有這個 犬神 對 那我現在是已經都收集完 然後只差我大蛇丸的那個 Level要弄到最大 然後它就可以神話了 喔 對 那就是它們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是用很多角色 然後來當素材 然後一個是用石頭 嗯 對 好像是五星的才需要用瘦神玉 對不對 對 然後有些五星角色它 就是它只有進化沒有神話 就是看那個角色的一些設定 對 你看你看我知道欸 你知道啊 我知道你知道啊 很厲害啊 我知道 我是知道 我不是只會吃東西 哈哈哈哈 我知道 哈哈 好 你看看 來吃一個抹茶牛雜糖 犒賞自己好了 對 好 這個可以都給你沒有關係 耶 這是粉絲對我們的愛 耶 謝謝 超好吃的 所以你講完了 還沒還沒講完 那 講到就是神話的話也會講到 那它的素材哪裡來 打醬鈴 欸 對喔 除了醬鈴還有啊 還有還有就是打活動 那你 它到底需要哪一些材料咧 你就可以點進去 然後來看 欸 像它 這個芬里爾的話 它就還需要 這兩個 那這兩個的話 這要怎麼呢 你看 特爾跟這個 什爾特爾 好 那他們呢 就要打這些角色 嗯 好的 那我們 就例如說 我現在就是延遲了一下 好的那這些角色 什麼時候會有 然後 就是要在哪裡打呢 我們要打開 回到主選單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公告 公告下面就會有冒險活動 那冒險活動裡面呢 就會有那個 特殊降臨的活動 嗯 在這裡 然後還有一般 活動 嗯 那像特殊降臨的話呢 它的時間都特別短 嗯 然後因為就是特殊降臨 嗯 就是突然就是開了關卡 真的 那這個呢 它的等級就特別高 然後就會有什麼 舊級啦 跟級 那舊級的話呢 它的體力會耗費50 然後級的話就是35 那舊級 它通常打的時候呢 就會 例如說你臨接關的話呢 它必定會送你一個寶箱 嗯 然後你一定會打到它 嗯 對 那如果說像這種 開好幾天啊 然後 它的最高只有到級 就是有分 中級、上級跟級 就是到這裡的話 那你打中級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嗯 沒圖沒真相 來唷 來看一下 像這個 你看 它級的話呢 它有出現它的圖像 那 這樣一看也就覺得 欸 這 花那麼多體力一定會 達到的機率比較高 是的 沒錯 因為它比較難 那中級的話呢 它的體力耗費只有失誤 那關卡也比較簡單 那你達到 呃 怪的機率呢 自然也就是會比較小 這樣子 嗯 對 所以呢 你都可以就是從這邊 然後來看你 會 呃 你需要的角色是什麼時候會有呢 嗯嗯 對 然後就可以從這邊就是 安排你自己的時間啦 哈哈哈哈 沒錯 排行程 怪物彈珠 schedule 什麼時候打活動 什麼時候打降臨 而且特殊降臨一定要調鬧鐘 是 真的要調鬧鐘 而且一定要在那個短短時間內呢 趕快刷趕快刷 趕快衝 真的 沒錯 然後就是 蝶運 像蝴蝶啊 加油 就在那幾個小時裡面 加油加油 好的 好 那我們今天呢 的 怪物彈珠小佩伯 就到這邊啦 謝謝彭妮老師 是 大家有聽懂嗎 大家加油啦 多看時間啦 多看時間囉 下課 對了 再提醒大家 那角色的神話 跟角色的進化 他們的技能呢 會是不一樣的喔 那如果呢 你就是進化之後 想要神話 或是神話之後 想要再進化的話呢 是OK的喔 就不用擔心 那兩個是可以互換的 加油啦 大家